這場東令救濟活動由南投縣愛新會入股區會主辦 並由救國團與獅子會協辦 愛新會入股區負責人呂月兒女士說 希望藉由這次活動拋磚引玉 讓更多人共同響應 一起發揮愛心來幫助他人 親愛的鄉親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南投縣愛新會入股區會 在做東令救濟活動 只是拋磚引玉 我們是來自於我們所有的會友的錢 來救濟我們編援護 我們入股鄉有很多的 好像比較弱勢的需要我們幫忙的 我們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活動 東令救濟活動凝聚了滿滿的愛新 縣議員許素霞感謝民眾們的捐贈 也希望能有更多民眾 一起來發揮愛心 讓整個入股鄉更加溫暖 今天六個鄉非常溫暖 就是我們的司子會 以及團合會 來組繁單位 就是愛新會聯合在六個鄉 來寒冬送軟 來舉辦官法一些弱勢的活動 所以今天天氣雖然非常冷 但是你看來的這些志工 還有這些好朋友 一起在我們的服務站前面 這裡來幫忙這些需要幫忙的鄉親 所以讓入股鄉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溫暖 所以說在這裡呼籲 我們如果有愛新的這些鄉親們 我們可以來加入我們的愛新會 那一年不多 大概一千二交給我們的會會 這樣子來協助需要幫忙的人 所以感謝大家一起來關懷 若是讓我們的入股鄉可以更加溫暖 愛新會每年都會舉辦冬令救濟活動 準備物資幫助民眾度過一個好年 縣議員吳瑞芳也到場參與活動 吳議員感謝愛新會常年對地方的幫助 今天六個鄉親們的民眾福祉 我們的愛新會在這個地方 慰問一些較貧困的家庭 給他們這些物資 讓他們能夠今年的過年 能夠過一個好的過年 議長和聖峰感謝愛新會與救國團施職會的善舉 發揮愛新幫助弱勢民眾 也期許有更多的民眾能一同響應 一起來溫暖社會 記者盧于凱入苦鄉採訪報導